KING 字幕 李慧琼 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呢 因為還有很多人問到我這個問題 GTS到底要怎麼樣快速的賺錢 所以我決定拍一個小小的影片 告訴大家 單機GTS的賺錢方式 就是如果伺服器掛掉斷網那些都沒有關係 只要你的PS4方式開著就好 首先要先到設定這邊 省電設定 設定關閉PS4電源的時間 這兩個應該是下面的 不過不管就把它通通改成不關閉電源 改完之後打開你的GTS 開啟接機模式 制定競賽 然後挑一關 如果你等級不高的話 你就隨便挑 反正掛一次就會升級 如果你等級夠高已經有牛寶寧24小時 那我們就掛這一關 這關錢是最多的 挑一個你喜愛的時間 然後選它給你的這台 N100的Mazda Rollster S 就是MX5啦 對 原廠的 這樣不用買車 就可以直接開始掛 近散類型這邊改成耐力散 實現就有看你開心 你想要掛多久 像我的話 我一般都是可能睡覺的時候開始掛 都確定不用PS4開始掛 大概就9小時12小時這樣 那就看你能夠掛多久 盡量不要影響到自己玩的時間 我們現在示範而已 我們就30分鐘好了 然後汽車數量這邊把它調到最少 另外後車加速把它改成5 這樣獎金就會再提高 其他都沒差 這邊對手類別調到最高級的GR1 然後難度是專家 這樣子 比賽結束的時候 你就會 我拿第二名的錢 那這個時間如果可以掛到最高的24小時的話 你的總收益就會是800萬 非常多 我就看你可以掛多久 好 其他設定都不用去管它 都不會影響到收穫 再來就直接進入比賽 除了PS4電源之外 另外一個要注意的東西就是你的手把 你的手把必須要插著電 就是如果掛很久的話 手把沒電這個遊戲是會被暫停的 這樣子就失去掛的意義了 好 這邊其實沒有差 這只是我個人習慣 因為還是要開一圈 調的好開一點就好 直接開始競賽 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現在就跑 現在直接就去牛北轉一圈回來 放著等時間 或者是現在直接放著 等到時間到對方過終點之後 再去跑一圈 也是可以 這兩個方法都是OK的 好 基本上到這裡 我們差不多跑了一圈回來了 那我們就在這個安全的草地上面 停下車 再來就是等時間到 我們就可以來收成了 好 我們現在時間已經過了 然後對方也已經出現翻格期的圖案 然後左上角顯示最後一圈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去彩線了 這個掛法是我覺得 算幾個我看過的掛法裡面最容易的 它的缺點就是 沒有里程點數 只有錢 然後對我來說我覺得里程點數還好 因為我如果要練車的話 里程點數隨便都滿有 OK 這樣我們就成功了 就拿到第二名的獎金 好 這就是我在用的最簡單的掛機方式 分享給大家 希望大家會喜歡 喜歡的話不要忘記幫忙按個喜歡 分享出去 訂閱小小熊頻道 獲得最新的影片資訊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 掰掰